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032集 调动与操控 默默地计算,大约是过了三日后,以亡灵的速度已然远远地离开了墨罗大陆,向着星图内一处被标注危险的蛮荒大陆不断地接近 不多时,一片庞大的暗影出现在了亡灵的神石内 那暗影仿若可以遮盖星空,更是在亡灵接近的瞬间呢,便有一声声嘶吼隐隐传出 亡灵目光闪烁,他身下的文兽更是目露警惕 随着不断地接近,渐渐地那暗影清晰起来 这正是一处庞大的蛮荒大陆 王林从文兽背上跃下,破开星雾,双脚踏在了蛮荒大陆的地面上 放眼望去,这里如星空一样,全部都是雾 若非是神石中所见的,若非是双脚踏着大地,很难区分此刻与星域的区别 四周一片安静,唯有远处阵阵凶兽的斯明与咆哮隐隐传来 仿佛在诉说着这里,并非如所见一般安宁 地面是黑色的沙头,踩在上面的,王林不疾不徐地向前走去 渐渐地,他神石内出现了一处废墟 这废墟很显然,曾经是一处凡人的城池 只不过眼下却是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那一座座房射坍塌,墙面上甚至还有众多已经风干,褐红色的血迹 就在这时,突然一道黑影从那废墟一处房屋内冲出 带着咆哮与星风,直接冲向王林 那黑影只有数丈大小,但速度却是快如闪念 瞬息间就临近王林 王林神色平静,甚至都不用他出手 只见身边闻兽一闪,划作一道残影,直奔了黑影而去 砰的一声啊,那黑影立刻身子颤倒 一根巨大的口气,直接从其头部穿透了整个身子 一息之下,这黑影全身萎缩,划作了一片血水 闻兽扇动翅膀飞回,目中露出不屑 王林拍了拍文兽的大头,一指前方 这紫文兽王顿时飞出 带着其身后十多个铜族一同飞向废墟 在他们飞去的瞬间,整个废墟中顿时就冲出了一道道黑影 这些黑影数量不下数十,低吼中向着那些文兽冲去 以王林的目力与神石,自然一眼就看到 这些黑影全部都是黑色的猿猴 与当年孙云所吞离魂丹内的兽魂呢,一模一样 把魂留下 王林平静的声音呢,在这四周回荡 文兽与这猿猴凶兽之间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 战斗很快就结束 那一只只猿猴凶兽,凄厉而死 成为了血水,散发出浓浓的血腥气味 向着四周弥漫 十多只文兽飞回王林的身边 传出丝鸣的同时,吐出了一个个兽魂 被王林收藏 许是血腥之气的原因呢 远远的凶兽咆哮嘀嘀吼之声便多了起来 地面传来震动 天空之上更有狂风呼啸 把雾气向前吹动翻轨 王林神色如成 在这废墟内行走 神石扫过 没有发现任何药草 转身离去 他的身影在雾气内前行 似乎与雾气融为了一体 露出一股浓浓的煞气 更有比之任何凶兽 都要浓郁的凶艳弥漫 在他的上空 那十几只文兽盘旋呼啸 在这凶艳煞气下 就连远处传来的咆哮 也渐渐稀少 最终消失不见 地面不再震动 天空的风也停止了下来 在这被遇见内 星途命名为开源的 盲荒大陆上 山峰众多 起伏如波 在雾气内若隐若现 一声声凶手的低吼 从那一处处山峰内 缓缓传出 滚滚而过 地面上 一处处似乎隐藏在了 岁月之中的城池废墟 默默地诉说着 在无数年前 这盲荒大陆的繁荣 只是如今呢 却成了破灭的虚无 没有了聆听的曲音 剩下的唯有沧桑的画面 凶手中 有喜群聚者 也有孤傲独行者 此刻 在这众多的山峰中 其中一处 守候之音最为强烈 那一声声咆哮 惊天动地 即便是雾气 仿佛都无法遮盖 这山峰啊 通体清黑 争容险峻 临巡如一把把利剑 从地面穿透 冲入云霄 一头头身子 近十丈大小的 黑色猿猴凶兽 在这山峰上穿梭 向着山峰中段 不顾一切的充趣 在山峰顶部 一头通体黑色的 巨大猿猴凶兽 竟如人一般 盘膝而坐 他身子高大威猛 不下百丈 粗壮的手臂 有如千年老松 需要树人和报 才可围绕 在他盘膝而坐的 前方地面上 有一棵指道 其小腿处的 紫色大树 此树树干 多处枯萎 似乎经历了 太多的岁月 但仍然没有死亡 树枝茂密 更有大片的树叶生长 而诡异的是 此树的树叶 竟然是雪白之色 其上脉络清晰 看起来有晶莹之感 尤其是在这树上 还结出了两个 拳头大小的小果 这果子内 黑白二色 交错变化 颇为奇异 这巨大的猿猴凶兽 此刻双目开合间 那逼人的金光战路 远远看去就如同两盏 昼亮的长明灯火 散发出一股惊天动地的凶眼 仿佛可以穿透雾气 越过一头头凶兽 死死地盯着山峰中段 被大量凶兽包围住的一个 白发身影身上 在他看向王林的刹那 王林右手在身前一挥 一阵黑风弥漫 在阵阵惨叫之声下 带走了前方 十多只凶兽之魂 他抬起头 冰冷地与那目光对视 一阵天地颤动的咆哮 从山峰顶部摇摇传出 更是在这吼声中啊 四周向着王林扑来的凶兽 凶艳大增 兴风弥漫 欲要撕裂王林的身体 将其联魂吞噬 王林神色如常 望了前方一眼 众多的凶兽 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直接化作一道白红 奔着山峰顶部而去 天空中 十多只文兽 嘶吼连连 在他们四周啊 环绕着一些 如阴阳的凶兽 这些凶兽 面部争鸣 带着凶煞之气 与文兽 展开了生死之战 王林一路走去 前行中 一切凶兽 但凡阻挡在前 都往往挥手奸挠 肉身崩溃而挡 化作邪雨散开 更是在王林右手 虚空一抓下 从储物空间内 飞出一把把飞剑 环绕在王林四周 形成了旋转的剑阵 使得王林一路上 没有半点停留 直接杀了上去 远远看去 只见一道白线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一路带着血雨飞溅 瞬息间就接近了 山峰顶部 那潘溪中的巨大猿猴 眼中凶光一闪 猛地站起身子 他这一站起 立刻就使得 山峰颤抖 狠狠地一踏之下 这百丈黑猿怒吼 跃下山峰 直奔王林大步冲去 习俗竟然不比王林 慢上多少 瞬间就不断地临近 眼看就要碰到一起 那黑猿呢 脸露真名 右臂抬起 狠狠地回下 但就在这一刹那 王林的身子一阵模糊 却是消失无影 那黑猿手臂落空 猛地回头 却是看见王林的身影 出现在了山峰 那大树旁边 这黑猿的胸目 明显瞳孔一作 咆哮中右臂挥起 却是有一股狂风 骤然间在其身体外晃晃 形成了一股 连接天地的巨风 直奔王林横扫 王林右手落在身边大树上 轻轻一拍 这大树啊 顿时连根全部消散 收入了储物裂缝 此刻啊 那飓风来临 王林左手掐掘 向前一指 立刻一道道杀戮之气 轰然而出 环绕王林身体外 刻然形成了一股 杀戮风暴 阵阵污液之声 回荡天地 直奔飓风 轰轰之声 传遍四周 那飓风立刻崩溃 杀戮风暴 速度半点不减 直接冲向巨园 与其撞在了一起 怒吼惊天 巨园身前传出轰鸣 血肉模糊 其庞大的身子立刻倒吐出 被狠狠地抛开 深入半空 王林抬头双目衣衫 身子一步迈出 化作一道流星 瞬间临近抛飞的巨园 右手双指成剑 在其庞大的身体上 连连点去 每一指落下 那黑猿都会残吼 身子颤抖 指尖落下之处 都会出现一个血洞 大量的血水喷出 染红了四周的雾气 更有一道道原力 顺着王林之间 进入这黑猿体内 形成了一道道封印 你可愿成为我之灵兽 王林收回双指 张口吐出冰冷的言辞 他在这蛮荒大陆 已经七天 一路斩下众多凶兽 获得了不少药草 这些凶兽 有一些具备了神通 可以与修士一战 甚至就连可比 亏涅修士的五阶凶兽 也都树头 但最终啊 却是军都被王林 斩杀取魂 眼前这庞大的黑猿呢 也是五阶凶兽 只是其皮糙肉厚 经过王林这般神通 打击之下 仍然只是重伤未死 显然在五阶中啊 死兽也是属于巅峰 甚至很有可能 随时迈入六阶 忽而王林动了 收服之念 回答王林的 是一声更为剧烈的怒吼 还有其左臂哭笑而来的一拳 这一拳挥舞 立刻掀起狂风 竟然隐隐有了一丝 捕神之力的错觉 可见这黑猿之力的强大 王林眉头一皱 他现在没有融合本尊 肉身强度 自然无法与这黑猿相摹 冷横中啊 正要避开再次施展神通 但却目光一闪 脑中啊 不知为何 浮现出了当日 罗天的第三步修士 黑衣老人 面对古神一臂时 伸出的他的一掌 王林沉默 迎着狂风 心神一片平静 体内全部原力 云涌而动 直奔手掌而去 凝聚在了 其内 端有阵阵雷鸣 轰轰而起 他索性闭上双眼 脑中的黑衣老者 抬手阻止 古神拓森的一场 不断的回放 一丝奇异的名物 渐渐笼罩在 王林的心头 就如同当年那 名物与界 巨大的掌印一般 在这茫荒大陆 在这天空中 在这星雾内 在这与古神之地 黑衣老人面对拓森时 几乎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王林来自当年 看到第三步 来自青林造化 亲身体验第三步 这种种的机缘叠加下 对于黑衣老人 那显然是第三步的神通一掌 有了惊人的名物 狂风呼啸 吹动王林的衣衫 向后吹打 那巨猿的手臂 瞬间临近 在砸向王林的刹那 王林猛地睁开双眼 抬起右手 轻轻地放在了 蚁人到了面前的 巨猿手臂之上 一股大力 从那手臂内 疯狂地传出 与王林手掌内的 原力碰撞 发出轰轰之声 他衣衫吹打巨铃 一头白发向后飘动 但其身子 却是一动未动 那巨猿同样身子颤抖 他那一鼻 就仿若是 打在了一团雾气内 根本没有半点 着力点的感觉 反倒引起了身体 一阵莫名的剧痛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